第五 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的FTS 在遭遇流动性危机四天后申请过程 这个词是错的啊 它不是遭遇流通性的危机 是它挪用了所有的客户的资金账号 就是像你们给洗联储比如入了金 你的钱被洗联储给挪用了 当你去提钱的时候当然就没了 它不是挪 它不是遭遇 它是自己本身偷盗挪用非法占用客户资金 这是这么简单 申请迫然 贝莱德 软银 加拿大教育基金等损失惨重 这将引发全球数字货币的恐慌 请问七哥 中共是否开启了 金融战中的数字货币战争 下一个倒下的会是哪个 肯定赵长鹏是参与这个事的 赵长鹏的死敌就是FTS FTS号称数字货币的央行 号称数字货币银行的粮仓 赵长鹏就想当这个角色 他当这个角色谁想让他当 当然共产党 对吧 共产党想让他当 那就想那你前面障碍是谁呢 FTS FTS的很多的币都存在交易 就在币安 是币安完美的和共产党设计了一个套 把FTS 本身FTS就是有问题的 它过去就很多问题 这一次就让人家给设计了 所以说你这个苍蝇不定无分的蛋 苍蝇和蛋这回都完蛋了 所以说数字货币战争还不会 它现在搞的叫数字货币恐惧 让全球的政府都去监管数字货币 和共产党一样 把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的和数字化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它让你所有全球都变成政府垄断的中心化数字货币 彻底的跟他一样垄断数字货币 赵长鹏就是这个大手 火币啊赵长鹏啊 几乎九千多家的全球数字货币里面 一大半都有共产党的影子 这是共产党的叫数字货币超限战 达到把数字货币 丑恶数字货币 丑化 丑化数字货币 把数字货币给邪恶化 然后全世界都不相信其他数字货币 然后呢就让全世界都买数字化人民币 然后让全世界政府都觉得数字化人民币是非常邪恶的 这叫丑化数字货币 达到政府完全中心化数字货币 垄断数字货币 达到然后共产党又在全球数字化货币领先的地位 这是很牛叉的啊 下一个倒下的会是哪个 Coinbase很有可能 Coinbase下一个很有可能就是Coinbase 然后呢 很有可能以太币也会出问题 然后呢 比太币只是时间的问题 全球会定为犯罪货币 全部不准用 这就是明年六月份数字货币法出来以前 他们要干的事啊 在这些人的火转变 我现在的火转变 去从这些人的火转变 我现在不准变 我现在的火转变 我现在的火转变 你不能变 我现在也没变 这些人的火转变